咱们团宗大概什么时候能上线 来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时候能上线 反正我们上一次路透呢 大家伙拍到我们呢 那是录了第一期 我觉得怎么也得录到第六期的时候呢 才能上线 因为它有的播呀 不能录一期播一期吧 对不对 也有可能录两期播一期 有可能吧 反正我觉得怎么也得 九月份了吧 你现在是八月份 怎么也得留 存两期留着播的再往外 你不一定能走那么远 所以说你也不用了 对我们还是很激烈的一个比赛性质的 会有一定的淘汰机制吗 就指不定谁去谁留呢 这么刺激 我之前还以为是不是那种 慢综艺的形式 就大家都来参加比较安逸 你觉得像我们单位这些人的性格 谁像慢综艺的选手 没有一个像 对对对 还是得看这个团宗呢 还是给大家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读音社吧 可能还跟您各位想的那种团宗的形式不太一样 就是待会去一堆里边 吃着喝喝聊聊 那还是没什么意思 之前这期拍摄没有我 然后回来之后 我问了问他什么情况 他给我讲完了 反正我的评价就是 台上演示的再好 台下这帮人这个坏心眼全出来 尤其是他没有好人 对之前也看到咱们很多路透是在天津 那后续就也有可能在其他的城市 对因为我觉得导演组选择在天津可能因为天津是相声的发源地 然后天津的这个观众对于相声的理解就稍微高一点 然后让我们在那儿去开始第一期就说明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师父是天津人 然后我们都去到天津 回到那个故乡 像是那个滋润的土壤里边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家伙泥土的芬芳 那我不去天津你也可以在马路上跑 我在哪儿可以在马路上跑 也有泥土的芬芳 也有泥土 那现在这个相声的市场 还有观众对相声的理解不只是天津 就是全国各地 大家伙对于我们德云社的喜爱程度都很高 对 那咱们现在目前来说参加团宗的演员都有哪几位呢 就是路透看到的那几位 对 就不能路透太多 我回去还导演组掐死我了 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特别的有趣的事情呢 可能平时会 但是网上都有啊 我都看见了很有趣啊 很有趣吗 就是因为本人太善于奔跑了 对对对对 把保安大哥给摔倒了 对 我看到咱们有一位路透还说 不是路透 是咱们的一个演员还说 就再不播的话 就光路透剪不剪吧 就够播一期的 对就够播一期的 所以咱们还是就很多东西就是 就是实时各个都在办法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因为我跟他 他回来之后我跟他聊了嘛 就我 我没参加 我不能剧透 但是有一问题 他给我讲完了 我觉得大家剪出来也不够 连半期都不够 最精彩的那些 都是大家看不见的 对 其实我们素材还是很多的 观众朋友们说录了两天嘛 希望就是这两天一刀都别剪 然后就都放出来 对 大家都是非常期待 咱们团统可以早日上线 对 两位还参加了超线 对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